凤九被志愿带到了魔族的玄弥山 那里是志愿沉睡十一万年的地方 山里有一处秘境 是魔族远古知识留下来的 拥有着强大的魔力 完全有力量可以阻隔清秋和天族找到凤九 凤九看着眼前雾蒙蒙一片的秘境 问志愿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清秋和天族都找不到的地方 志愿看了一眼凤九说 你先在这待着 等着我来接你去清秋成亲 凤九冷笑一声 你凭什么有自信 我会嫁给你 志愿抬起左手 只见一团黑色火焰在志愿掌心跳动 右手掐绝 那黑色火焰一跃而起 跳进了凤九的眉心之中 凤九身体一清 随即感觉浑身被抽空 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能摊坐在地上 虚弱地抬头问志愿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志愿笑着说 当然是控制你的元神 让你拼命于我 就像我的这条八舌一样 对我忠心不二了 哈哈哈哈 志愿说完一挥手 凤九已经被扔进了秘境 凤九进入秘境后 只感觉先例一点点的流失 意识也逐渐模糊起来 周围没有一丝光亮 黑漆漆地更让凤九透不过起来 凤九忽然想到自己身上还带着的铃铛 于是拿出来 用逐渐消失的先例震动了他 风华正在等着凤九回来一起吃饭 忽然觉得心中一颤 似乎听见了凤九叫他 但是只是一瞬间 感觉就消失了 不好的预感起来 东华赶紧传来私命 让他下凡看看有没有凤九的消息 自己则匆匆赶往青秋去了 尼谷看见东华帝君出现在狐狸洞外 连忙行礼 东华问一声 问道 女君今日可曾回过青秋 尼谷点头 回帝君 君上确实回来过 不过已经走了有一个多时辰了 东华正没有问 女君可说他要去何处 尼谷答道 君上说他要去九重天 临走之时还取走了当日帝君送他的铃铛 尼谷觉得东华帝君忽然造访 肯定是有什么事发生 一脸响 心里一惊 一惊 可是君上出了什么事 东华没有回答尼谷的问题 只留下一句 女君若是再回青秋 速速来太成功禀报 说完就顿走了 尼谷脑袋不糊涂 东华帝君这几句话就是说 凤九并没有回天宫 那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于是尼谷匆匆赶往十里逃临 把此事告诉了哲言和白真 东华回到太成功 思命已经在后者了 东华语气有些急躁 思命 找到九儿了吗 思命颤巍巍地回答 禀帝君 凡间没有行到小殿下 东华双手背离 眼神有些凌厉 再去找把你知道九儿可能出现的地方都找一遍 思命抹着额头上的汗 一拱手 退了出去 东华又寻着铃铛的气息 在四海八荒开始搜寻凤九 既然凤九身上有他的铃铛 那他肯定可以感受到凤九的气息 可是结果令东华更为震惊 四海八荒居然找不到凤九 一点他的气息都探寻不到 凤九在震动铃铛之后 感觉确实如志焰所说 这个面境果然阻隔了铃铛响起的声音 与外界切断了全部的联系 凤九以仗还有一丝清明的脑子 随即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忍着疼痛 抽取了自己的一魂一魄 然后把这一魂一魄施法依附在了铃铛上 再用铃铛上的箭头 刺破了自己的心口 取了一些心头血滴在铃铛上 这样一来 以后就算原神被志焰控制 最起码会有他的一魂一魄是清明的 只要这个铃铛再重新回到东华手里 那东华就什么都会明白了 凤九做完这些以后 把铃铛收了起来 又掐了个绝 把伤口恢复了 之后只感觉头沉得很 迷迷糊糊地晕了过去 此时九重天上已经乱成了一团 白浅和叶华匆匆感到太成功 哲言和白真 白义也到了 几人看着东华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居然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说话了 还是哲言打破了瓶颈 问了东华一句 义军 小九是生你气了还是和你吵架了 怎么一声不吭了就走了呢 东华依然面无表情 搓着指腹说 久而此番肯定不是自己走了这么简单 我方才探寻变了四海八荒 居然探不到他的半分气息 哲言摸着下巴说 那不可能啊 除非他成了凡人 身上没有仙气 白浅接上去说 难道小九和我当初一样 被人封印了法术 成为了凡人 白义有些急躁 但是又担心凤九安危 这丫头平时就爱闯祸 如今还不知道又惹了什么麻烦 都做了女君了 还和个孩子似的 她回来 我定要打断她的腿 我 白义没说完就被白真拉住了 二哥 你就先别说这些了 当下先找到小九才是当务之急啊 叶华抿着嘴 想了想对东华说 帝君 我倒是想到一个人 不知 东华微微抬眼 看着叶华说 等帝君也想到了 只是如今不能打草惊蛇 贸然行事 怕是会适得其反 叶华继续问 帝君可有什么办法 东华眉头皱了皱 说道 等 叶华不再说话 只是此时的三只狐狸 加一只凤凰 是听的云里雾里 不知道两人打得什么哑弥 白义急了 连忙问 小九是不是有什么危险 是被什么人抓去了吗 叶华忙安抚白义 说道 二哥不必如此着急 眼下小九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若我和帝君猜得不错 那个抓小九的人会自己出现的 东华又说了一句 天君 这几日把天宫的先关和公罗嘴巴看景点 不要透露半个子我与九儿的关系 若是三天后还是没有九儿的消息 那就把我要取地后的消息昭告四海八荒 至于地后的人选 就说先保密 叶华点头 又有些担心 帝君 这不起你有几成把握 东华深叹一口气对叶华说道 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目的 再等等吧 哲言听到此处 有些明白了 这是有人抓了凤九要威胁东华 可他想不到 有谁敢和东华帝君叫板的 于是问了一句 谁这么大胆子敢威胁帝君 况且知道小九和帝君关系的只有天宫的人和我们 难不成这天宫里 叶华说了一句 也许此人的目的不是帝君 而是青丘也不无可能 所以帝君才要封锁消息 若他的目的是青丘 那倒好办了 白浅简直听得不知所云 一个劲的直瞪眼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 小九被抓了 不是去救他要紧吗 在这说这些个听不懂得有什么用 白浅倒是明白了 对白浅说道 小五啊 天君和帝君的意思是说 此人捉了小九 不是威胁帝君 就是威胁青丘 所以如今才会做两手准备 若是威胁帝君 帝君说他要取缔后 这人肯定会方寸大乱 若是威胁青丘 这人肯定会自己找上青丘 白浅这才明白过来 所以说 帝君和小九的关系一定不能暴露 东华又说了一句 青丘如果有什么动静 万不可妄撞行事 一定要来天宫告知天君与本帝君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 纷纷点点头 揣着明白装糊涂地离开了太成功 凤九再次睁开眼镜 眼前依旧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 摇摇自己的头 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记不起来自己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 只是感觉自己的心口很痛 不经意间他摸到了身上的铃铛 于是拿了出来 只见铃铛在凤九手里散发出微微的金光 然后金光一闪 一道身影显了出来 凤九问那身影 你是谁 那身影说 我是这铃铛的先灵 你好生收着这铃铛 切不可被别人知道了 之后有机会 把他交给东华帝君 凤九问 东华帝君是谁 我怎么交给他 那身影说 到时候若有人叫你九儿 你便把铃铛交给那人 说完消失不见了 凤九还想说什么 但是眼前又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于是只能收起铃铛 站起身来 四处摸索起来 这时 志愿进入了秘境 随着志愿的进入 四周忽然明亮起来 志愿见凤九醒来 笑嘻嘻地说 你醒了 凤九见眼前忽然明亮起来 又有人说话 于是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 站在眼前 这个男人虽笑着 但给人很不舒服的感觉 凤九皱着眉头问 你是谁啊 志愿左手一抬 黑色火焰又在掌心跳动起来 我是你的未婚夫志愿 你是青秋女君白凤九 你很爱我 说着那掌心的黑色火焰 又跳进了凤九的眉心 只见凤九神情呆滞 一遍遍地重复 我是青秋女君白凤九 你是我的未婚夫 一会儿之后 凤九抬头看着志愿 眼睛里有了光彩 我认识你 你是志愿 凤九爱你 志愿点点头 嘴角的一丝阴险 一闪而过 志愿笑着说 我带你回青秋 和你澄清好不好 凤九高兴地点点头 好 我们去青秋成婚 我们去青秋成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